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复衡啊,这回是终于要出征了 兵马前梁带祖,上文书咱们还说了,这乾隆皇帝啊,还给他准备了三千特种部队 就在这乾隆十三年的十一月,这复衡离开了北京城 乾隆皇帝啊,是送了一战又一战,可是他送军千里终有一别 要说呀,这送到梁乡可就已经够远了,这君臣二人呢,也只能别过 这一路上啊,可就有人呢,想看着复衡复老六的笑话 那是什么人呢?就是手底下啊,这些当兵的 一个这个复衡啊,他年纪很轻,在军中啊,没有什么威望 其次呢,即便你再有能力顶着这个西南五省精锐的头衔 哎,又是内阁的大学士,内阁首府,可是呢,在这帮子兵将心里啊 这复衡最主要的爵位,那还是这乾隆皇上的小舅子 您呢,他无非也就是一个内亲,这复衡呢,虽然不言不语的呀 其实他心里知道,这复老六我心里也攒足了劲 这回上前线啊,是必得给自己正去军功,给这皇上露脸 也算是啊,对得起半年之前自己刚刚过世的亲姐姐 秀贤皇后,出来的时候啊,实际上的复衡已经跟着皇上表过态了 要不接,就立下军功得胜还朝 要不接呢,就干脆啊,麻格果实还 喝着呀,身死报国干脆啊,就哪死哪埋得了 这兵将们知道,这已经不是这大清国呀 第一次往前线派钦差了 这复衡复了爷,您再牛啊 您在金川前线做的这个精略史大人呢 哎,都是二手的,哎,怎么叫二手的呢 那第一位精略,那不是那乐钦,乐大人吗 是因为这乐钦呢,他不行,才换了你复衡 这第一任钦差乐钦呢,他上战场是什么情形啊 这些当兵的虽然没看见 但是啊,这些情况早就挂满了耳朵 知道这个乐钦呢,是由滑杆抬进的四川 他们再看看这傅衡啊,哎,年纪轻轻 身体啊,看着不是怎么好 并且这傅衡啊,还微胖 很多这个当兵的就打赌啊 说你看这个傅六爷了没有 哎,他用不了进川,等到数到难的时候 我估计啊,出不了这直立省 就得让人抬着走,那么这实际情况它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了,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这傅衡体型微胖啊 哎,在这个阎师笔记当中啊,就有记载 据传的这傅衡体型肥胖 哎,这上面啊,连微胖都不是 直接说的是肥胖,即行则虚传 这是啊,对他身形容貌上的评价 对他这个德行上的评价啊,那可要好多了 说傅衡这个人呢,他为人谦和 从不武断,自善 对长辈啊,特别是氏大夫们都比较尊重礼让 而且啊,扶持这个晚辈 从不压榨后进者 作为领导啊,他能够做到使尽其财 这一点啊,就非常不容易 最起码说呀,这傅衡傅六爷 他没有嫉妒心 据这个青石稿所载啊,傅衡一路上日夜散城 冒严寒顶风雪 刚入川径,由于啊,马匹池物 简从兴发,静之步行 说这个傅衡在一路上啊 您像出了这个直立省 进了山西到了陕西 在这些路好走的时候啊 每天啊,最多的时候能走三百多里 即便遇到了天皮恶劣的情况 也能走二百多里路 这呀,是属于是傅衡在马上骑着的时候 翻过秦岭过了汉中一斤剑阁呀 这路不好走了 广是路不好走了吗 当然不是了 这会儿啊,还风雪来袭了 咱不是说了吗 金川这一带的天气也得很怪 川西地区到九元分 就有漫山遍野下大雪的情况了 有人说了 这会儿的傅衡肯定得坐轿了 哎,这士兵一看呢 没有,哎,这傅六爷呀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时候啊 已然不能骑马了 于是这傅衡啊 和别人一样下马呀 腿着了 这会儿啊,就有人拍马屁了 说这个六爷呀 咱们干脆呀,雇一匹呀 或者争一匹当地的牲口 咱们来的马呀 都是咱们京城来的马 哎,都是蒙古马 可能啊,不太适应啊 这川西地区的这个风雪 以及啊,在这个山路上行军 咱们要是蒸一匹小川马呀 您骑上去,可能啊 就要保险的多 并且也是您一个角力不是 这傅衡说呀 哎,不用 你看呢,咱们一道走 我要是累得不行了呀 你们一定能看得出来 真到我跟不上大队了呀 你们看着真不行了 再顾这个小川马也不迟 这众人就说 那好吧 就依着您的意思吧 可是啊,每天到了营地 这大家在观察这个傅衡啊 和常人一样 这底气挺足啊 也没觉得他呀 有多累 于是这些官兵啊 就开始安安的佩服着傅衡 说这傅六爷不容易呀 从小人家可是精之欲业 哪受过这个苦啊 您看现在奔前线走 这还不是和我们这些大头兵都一样 该爬山爬山 是该行军行军 于是这当兵的心里啊 就有了底气的腿上呢 就自然有了力气 一鼓作气到十二月初的时候 这大队人马就到达了金川前线 这会儿啊 就看出这傅衡和前一阵金略 乐钦不一样的地儿来了 这乐钦呢 把自己的这个大营 设在了美诺军营 实际上这个地儿啊 那属于是大后方 这傅衡就不一样了 直接把自己的钦差行员 设到了前线 卡萨营寨 这士兵们到达前线之后啊 自然是先休整 然后是准备开战 傅衡可没闲着 赶紧呢 就把这一路上的情况 写成了奏折 汇报给了乾隆皇帝 这傅衡在这个奏折当中 就提到啊 说这个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这样的一路啊 实在是影响 金川前线与皇帝之间的情报沟通 这军情往来啊 是其一 这其二呢 人员物资啊 运输也成问题 这一路不好走啊 这粮食资重运不上来 伤员也运不下去 所以说这修路啊 才是第一重要的事 皇上一听啊 傅衡说这话 有道理 于是就下了一刀圣旨 上命 邪班大学士上述引吉善 设陕西总督 逐溃运入川境 这皇上啊 把这个邪班大学士 引吉善啊 调任了这个陕西总督 这陕西总督是干嘛的呢 专门负责呀 这个从这个四川 一直到京城的一路 该修修该整的整 哎 保证这个一路的畅通 不是缺马 马不得用吗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又下旨 专门啊 从这个山西湖北 拨了这个七千匹马 这七千匹马呀 都是擅走山路的 发到这个四川一路上啊 去左军 这一下子 从西南到京城的一路 也算是畅通了 这陕衡啊 到了这个金川前线之后 要见的第一个人 那自然就是这军中的 实际管事 现任的四川提督月中旗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这陕衡的人性脾气 从谷子里边 他就非常敬重啊 这些老前辈 对这么一位战功赫赫 又有真本事的老军门呢 他当然是更敬重了 于是对越军门就格外的客气 他先啊 听这个月中旗 讲了一下这个前线的情况 月中旗 当然得是先讲一下 这诺钦跟张广四是如何打仗的 据这个月中旗介绍 这诺钦跟张广四这两个人呢 拘泥于一雕一寨的攻坚战 十几名这个土藩兵守的雕楼啊 要一千多名官军去攻打 最后呢 还跑了一半 您都不知道 这官军有多少死伤 哎 死啊 好几十人 伤呢 就伤了几百人 看样子呀 这张广四是想啊 这长期 跟这个敌军 好去去 每攻去一个雕楼啊 就要庆功宴 哎 这个庆功宴还没结束呢 说实话 人家后边的一座雕楼啊 可能就在兴建了 所以说呀 即便是哎 打下一个雕楼向朝廷报了劫 这实际上也可能是一次败仗 那为什么呢 伤好太大了 死伤太过严重 那么这金川前线在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胜仗吗 当然不是了 前文书咱不是介绍过吗 月中旗 巧夺康巴达的战役 这一张下来啊 就已经打开了这攻打 敌军大本营乐无为的门户 如果这清军的一鼓作气 也不是没有打下乐无为生擒杀罗奔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又停滞不前了呢 因为这个天气不行啊 这大小金川地区啊 九月便有飞雪 现在已然是十一月了 通乡乐无为上边的天险要道啊 这会儿已经被大雪封了山了 等于啊 是这恶劣的天气 以及啊显要的地势 暂时挽救了这个叛军沙罗奔 既然已然这样啊 也没有办法 这复衡呢 因为这个节气的问题 暂时不能攻打着乐无为老寨 于是也只好在这前线 一边练兵啊 一边整顿军纪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谁也没有想到 对踏平金川啊 信心满满的乾隆皇帝 在这会儿啊 他却有了这个撤兵的意思了 那么正值的前线呢 兵精良足 这西南五省精略复衡 在这金川前线 要大展宏图的时刻 这后村啊 突然软了 要求撤军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呀 明天接着聊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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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